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拼音王国 今天我们要认识四个新朋友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生母 他们分别是拨,泼,摸,拼 他们在正式介绍自己之前 还想和我们做个小游戏,捉迷藏 他们藏在下面这四张图中 请你们睁大火眼睛睛找一找 他们都藏在哪里呢 小朋友们真厉害,已经找到了第一个新朋友 小波 同学们有没有发现 我们小波同学的名字和广播的波 不仅发音一样,而且长得也差不多呢 收音机的天线就像波的一树 盒子就好比波的半圆 现在跟着老师一起读 广播广播,波波波波 接下来我们一起学习一下波是怎么写的 波在四线三格中占上中两格 共两笔 一树不要顶格 第二笔右下圆写在中格 这个半圆可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所以要注意是要撑满中格的 为了帮助你们记忆 老师根据小波的长相再教给你们一个新的口诀 跟着老师读 右下半圆,波波波 小波我们已经认识了 那就请小朋友们找一找 第二位新朋友藏在哪里呢 找到的同学请举起你们的小手 哇,这位小朋友找得真快呀 他就藏在小男孩手中的旗子里 他的名字叫波 甘子是波的一树 红旗就是波的半圆 跟着老师读 爬上山坡,坡坡坡 第二位新朋友的名字我们已经知道了 那他的家在哪里呢 小波的家呀 在四线三格的中下两格 也是两笔 一树不要顶下面的线 第二笔右上圆也是写在中格 小朋友们在书写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 不能超出第二和第四条线 不然就要写到其他生母的家里去了 老师还有一个帮助你们记忆小坡写法的口诀 跟着老师读 右上半圆,坡坡坡 我们已经认识了小波和小坡 他们就像双胞摊一样 经常有小朋友认错 今天老师就教给大家一个办法来区分他们 跟着老师一起伸出左手 竖起大拇指 拇指朝上拨拨拨 拇指朝下拨拨拨 现在只剩下两位新朋友了 他们藏在哪张图里呢 对,摸就在第四张图的门洞里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记住这位新朋友 两个门洞摸摸摸 小莫的个子比较矮 所以他在四线三格中只占了中格 拿出你们的食指 跟着老师一起来写 树 右 左弯树 左弯树 摸就写好了 我们再来读一遍这个口诀 两个门洞摸摸摸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位新朋友了 让我们来看一看 佛藏在哪呢 原来他藏在拐杖里 小朋友知道拐杖是干什么的吗 看 途中的老爷爷年纪大了 腿脚不方便 就需要拐杖来帮助他走路 所以啊 老师有个口诀 可以帮助大家记住佛的样子 跟着老师读 一根拐杖佛佛佛 现在让我们看看佛是怎么写的 佛占中上两格 共两笔 先写弯数 记住不要顶格哦 再写横 写在第二条线上 要写的短一点 小朋友们学会了吗 今天我们一共认识了四位新朋友 他们分别是 跟着老师读 拨 拨 摸 拨 大家拿出自己的练习本 写着屏幕上的样子 每个生母各写两遍 然后同桌间互相看一看 你们写的一样吗 小朋友们 前面几节课 我们已经学习了育母和声调 你们还记得吗 结合我们今天所学的内容 一起来玩一个小游戏 从靠窗的第一位小朋友开始 我们来开小火车 大家真厉害 连得又快又好 现在跟着老师一起来读一遍 牵笔 拨一笔 大米 摸一米 斧子 佛武斧 山坡 坡欧坡 抹布 博物布 爬山 坡阿爬 大佛 佛欧佛 骏马 莫阿 马 今天我们用一节课的时间认识了四位新朋友 下次见到他们可不要忘记他们的名字哟 最后老师给大家布置了两个小任务 一 读一读 四个生母 熟记口诀 牢记在心 二 找一找 观察生活 波波摸波 藏在哪儿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小朋友们再见 出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